一陣大風水來高雄大港橋旁 貓爪爪茶茶的大氣球 本來躺在甜甜圈造型的游泳圈上 突然站起來往岸邊飄過去 另外一個角度看 茶茶離開甜甜圈 好像施展輕功水上飄 到了岸上還翻滾一大圈 岸邊遊客看到 庞然大物排山倒樹而來 立刻拔腿狂奔 天啊 岸上的視角更震撼 茶茶被吹上來後 卡住路燈桿 頭往下翻一圈 接著被吹往岸邊 好像有自己的生命在走路一樣 讓遊客尖叫連連 有點可惜啦 因為如果特別像我們特別下來 就少看到一隻這樣 就有一點可惜 因為難得有這個活動這樣子 隔天再回到大港橋 貓爪爪茶茶的大氣球 還沒修復完成 本來展出的地方空空的 連配件珍珠奶茶一起 整組先收上來 到底發生什麼事 原來是風太大 貓爪爪被吹壞了 瞬間風勢強大 所以其中貓爪抓呢 有點受損 目前廠商正在進行相關的調整 維護作業 二零二二文博會 一次高雄舉辦 高雄市府和賴貼圖 在地作者合作 推出六大明星造型氣球飄飄河 在愛河流域展出 沒想到最後一個下水的貓爪抓 居然因為被風吹壞 先上岸休息 相關單位緊急修復 希望能在最短時間 讓他重回大港橋 跟大家一起合體賣謀 三十元連貫之股不先高雄報導